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是比较惊人的 俄罗斯每天破万 那美国呢每天呢破两万 不过的今天凌晨的公布的 就美国的当我看到的最新的数字是这样了 美国的数字他有时候一天会 会update几次 那昨天增加了一万九九千 九千人左右 那使得美国的病例数呢 来到一百三十六万五千三百多 那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 美国一定一定一定破一百三三十万了 现在继续往一百四十万迈进 他的总确诊人数呢突破一百四十万了 大概就这一两天 他大概一天大概都还是两万的病病例 所以他的病 他的疫情呢并没有任何趋稳的情况 那美国的美国社会 我反而觉得当到现在呢 现在急着要 要reopening的情况下面 要重开机 他的经济呢要重开机 重开机他就形成了 成形成了就是呃 这种的行政体系跟防疫体系之间的矛盾了 从防疫体系的角度来讲 其实以为不可 但是从从行政体系 从一个政治思考的角度来讲 美国非重开机不可 要不然美国呢会有社会问题 所以我说美国 美国现在的老百姓很很可怜的 你碰到一个杀人总统啊 在这总统的总统的这个治理之下 因为对防疫的轻哭啊 所以美国的死亡人数呢 到今天凌晨的时候 正式呢突破了八万 那应该说昨天呢 就已经突破了突破了八万 那现在来到了八万零零七百二十三人 好所以美国的疫情呢 都还在呢持续的升温升温当中 好那除了除了美国之外呢 看一下嗯 印度呢 印度昨天增加了四千两百两百多例啊 印度的总病例数呢来到六万七千一百六十一例 死亡人数呢 死亡人数两千两百人 不过呢印度的病例数呢 可能可能呢是是有被明显低估的 好那所以 现在在在国际的病例上面来来讲 刚提到呢美国呢在大幅的增加 俄罗斯呢仍然仍然是持续的破万 所以俄罗斯在 俄罗斯今天的病例数呢 正式突破二十万了二十万九千九千六百多 那但是死亡人数还好 死亡人数呢一千九百一十五 我们现在看了都是都只是这些数字了 但是 呃国际的疫情呢还是一样 不过呃台湾台湾跟国际的感受呢 可能是非常的不同的 台湾在刚结束的这个母亲节 一如在上个礼拜三礼拜四 我就我就一直跟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隐隐然觉得 就是说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 当然已经已经过了啦 就母亲节的这个周末 嗯看了看起来 看起来就是说 呃人已经压不住了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零零确诊 那呃一直都呃本土本土病例呢 几乎消失的情况下面 不是几乎消失消失 其实就已经消失 没有本土病例的情况下面 那大家就开始就开始解放了 所以昨天如果你到到餐厅卖场百货公司观光区 哇那个呃跟跟跟过去的这个寻常周末 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换句话说的昨天你会觉得大家都开始过正常的生活 当然就说我不是说大家要有我我我说了今天 今天今天既没有既没有疫情 那也没有空污啊 我我甚至找不到理由叫大家带戴口罩 不过因为你台湾的疫情的情况来看呢 一方面天气热了 你像昨天的南投高温到四十度 那个简简直像是 因为昨天台湾台湾的西部地区 从南到北普遍呢出现比体温高的情况 那像南投都已经到四十度了 四十度就是发发高烧 所以第一个你要提防就是 呃你有没有注意到最最近你如果要进一些公共场所 他不是帮你量额温吗 一量额温 那个那个两个人都可能会犹豫 就是你好像好像快要到三十七点五五度了 呃但是并没有到 可能在三十七度多一点点 你会发现我的我的我的体温怎么会升高 因为天天气热啊 所以你要留意就是说你最近如果如果在外头在外外头呢走动一段时间 曝晒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间进到室内的量体温额温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额温基本上的跟你的跟你的皮肤的比较相相关了 所以你的温度的可能都会比较高一点点 好这个时候量额温的也要注意一下不要不要不要动不动就通报啊 不要有这三七点五度就通报了 没有你可以稍微等一下下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你你这个 呃因为台湾的台湾虽然虽然我我说我说病毒到了台湾很乖啊 那再加上天天气热 我们总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有一点乐观的期待就觉得上呼吸道的毛病了 大概到了夏天的时候会缓和一点 这个道道不是很主观的期待 一些专家都这样讲 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这防疫的专家呢 福奇这个福奇那他也是这样讲 他也认为夏天会好一点 不过到了秋冬季节 他判断了今年的一定会有第二波的疫情 会在秋冬季节时候的卷土重来 尤其你碰到像是美国家的国家 你真的一点办法都都没有 他现在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他只想要赶快拖到选举之后 等到我川普连任了 那再说吧 那没有没有连任那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对当下的当中川普来讲 他在做一个艰困的选择 他到底要要防疫优先 还是经济优先 那到底要让老百姓病死 还是让老百姓饿死 这个是一个是一个很艰困的选择 所有的艰困是因为他要要连任 而所有艰困的原因呢 跟他在三月以来 他对疫情的极度的轻忽是有关的 好那现在的天天气也热了 那再加上台湾的本来就就没有已经 已经持持续二十几天的都没有这个本土病例了 所以呢台湾 大概是hold住了 可是可是理论上面来讲 应该是有一些的轻症 就是的不发病的轻症呢 在我们的周围呢在活动的 所以你也不要掉以轻心 觉得一定都没有事不敢讲 虽然现在现在跟对外的环境都阻绝 台湾又又是一个海岛的环境 也不太容易有这个预期以外的病例的进来 所以最近的增加的呢 都是还是境外移入的病例 表示境外从各个地方来的状况都还是很多 你想在这种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在这种的 就是各国的各国的交通网 几乎都中断的情况下面 这个时候会上飞机的 应该自己有点自我察觉吧 然后然后可能除非紧急事件 否则大概也也不太会上飞机吧 可是你看还是会有一些的零星的 境外移入的病例进来 那表示海外的疫情 其实真的还还是很高温 所以在台湾的相对来讲是幸运的 好那刚结束的这个周末的表示 大家大家就大家已经已经不带不带政府来来喊起跑 大家的都跑出来 那周末的刚结束的周末的母亲节的假期 各个各个地方餐厅啊等等等等的都都是人潮滚滚的 很多的饭店的都已经定不到位置了 所以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这种 好像人人人人跟人之之间已经不太在乎呢 在乎的这个social distancing的这种的生活 那台湾的都恢复了 可是你不要以为以为台湾以外的其他地方都这样 不是好那台湾台湾台湾是好当然呃有有很有很多国家地区也也是啦 不过不过没有这么多 那因为欧美呢还深渐在疫情里面 日本的是因为极为松松散 日本的日本的筛减量非常的低 所以一旦去筛减的时候呢 筛减阳性的比例就非常高 那这日本的特性 有一些地方你不要去好了 你现在要出门很麻烦 回来很麻烦 所以干脆就就不要出门吧 除非呢真的很很必要 好那这台湾的现在基本上面的生活呢 大致上面正正常也都已经解禁了 不过台湾的虽然是这样好 不过呢国外呢并不是好 那呃刚刚提到就是说 现在的现在的确诊数最多的当然是美国 美国有一百三十多万 那第二呢是西班牙 意大利英国 那这个呢都都是呢破二十万的 那第排第五呢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呢也有二十万九千 不过估计呢这两天的时间 俄罗斯呢就会成为全欧 全欧的第一名 那仅次于美国 那美俄大战呢又开始了 虽然俄罗斯呢跟美国的距离还很远了 那俄罗斯 现在才二十万出头 美国已经一百三几万了 美国是遥遥领先的 独占世界的所有总体的病例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好但是呃再将人人口 俄罗斯的人口大概只有只有一亿 俄罗斯只有一亿多吧 一亿一亿两千万左右 那美国的美国的人口数呢大概有 美国的人口数大概是三亿两千多万 好那人口呢大概俄罗斯人口大概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 所以他的他的病例数呢二十几万 但美国呢仍然是非常非常多的 除了俄罗斯以外 那今天媒体的报导南韩呢 南韩十日通报了新增三十四例的新冠肺炎病例 创下一个月以来的新高 所以虽然说天气慢慢的变变热了 但是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不要对疫情掉以轻心 当你现在看这些国外的疫情都觉得事不关键 都觉得台湾safe 我们我们好像躲躲在一个 躲躲在一个一个桃桃花园呢 就是呢对对外面的世界呢 呃毫无所知啊 就是就是汉唐未尽啊 好像好像好像就是秦汉未尽的 好像好像好像都不是很了解 好但但是基本上觉得呢自己很安全 可是像是韩国韩韩国昨天 昨天呢所所爆发的这个 这个这个病例数创一个月以来的新高 多数都跟首尔离泰院商圈 离泰院呃去过首尔就真还是一个年轻人 还蛮喜欢去的地方哦 所以离泰院的这个夜店夜店群聚感染有关 那离泰院的群聚感染病例从四十例的增加到五十四例 而且呢有两千人的失联 可能会成为另外一波疫情的防疫的破口 好那除了除了这个就是说呢亚洲地区之外 另外呃美国的部分呢 美国的美国的几个防疫的负责防疫工作的要角啊 那包括了包括了在抗疫任务小小组的这个这个呃专呃专家 还有呢你看在你在你在理解跟医药食物有关的最重要的两个机构 一个是美国的食品药物的食品药物的管理局叫做FDA 那另外呢这个疾病防治中心的CDC 好你看呢这两个单位跟了佛呃跟佛奇三个人 那都开始呢自我隔离 因为呢因为白宫的白宫的美国副总统的白宫呃美国副总统的副总统这个 迈克派斯迈克派斯的这个新闻秘书呢叫米勒 那以及呢呃川普总统身边的一名的随护先后呢被确诊为新冠肺炎之后 那white house那白宫那前天呢也开始呢紧急因应 所以呢三位呢负责防疫工作的要角现在也都开始呢进行了自主隔离 好欧巴马的批评呢批评了Donald Trump的这个防防疫的表现呢是个灾难 对啊他他确实是个灾难就是这么多的感染 这么多的死亡然后每天每天看着这个这个总统地球上面最有权力的领导人 那很可怕因为因为这个领导人是有盒子按钮 那谁随时呢可以喊打喊喊杀那有有几个几十万的这个精锐精锐部部队 可以供他呢供他猜猜前有十一艘的航空母舰那在防疫的过程呢当中的慢慢的有都恢复动作了 好就说当然大大部分都还不能动了不过像是罗斯福号啦尼米兹号啦这些航母 那也开始慢慢的恢复呢在太平洋的活动好那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他的他的性格呢非常的乖利非常的不稳定非常的偏执 对这个世界来讲当然就会有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所以在面对面对到面对到特朗普的时代的时候面对到川普的时代的时候我用我用大陆的术语来讲每个人每每个国家 其实 其实都应该要有要有所谓的底线底线思维什么叫做底线思维底线思维大陆大概都用底线思维这四个字呢去涵盖了 所以所以如果是如果是大陆的背景的朋友来讲可能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其实也也没有这么难翻译 在台湾一般的术语来讲所谓的底线思维比较接近的用法呢就是你随时要有最坏打算 面对到面对到各种的情况的时候你都要最坏打算这叫做底线底线思维 就是不要因为不要因为因为犹豫不决难以决定而拖延了你做做决定的时间点跟做决定的必要性但是虽然在很混沌或者有风险的情况下面有风险意识情况下面要去做一个决定 那你就要有底线思维用我们更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对于你要做的这个决定或者说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situation 那你应该你应该要做最好的准备但是要有最坏的打算他大概就所谓的底线底线思维 那你面对到今天美国的美国的川普他已经已经摆明了就是他现在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动作 所有的动作其实都是努力的去营造他的胜选的最大的可能我在我在我在看到美国的这些选举的数字的时候我到现在为为止我仍然认为川普连任的机会是很大的一方面的这就像我过去过去做的一些的一些简单的归纳跟统计在美国的美国的选举史上面来讲两百多年的历史里面绝大部分的总统都连任 二战之后呢没有连任成功的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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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被被被枪杀的Kennedy 那其他的呢就是呃被赶下台但是也也连任成成功的像是Richard Nixon 好那接替呢接替呢 Nixon的原来原来他的副总统呢Ford 你现在还有个福特号航母最新型的这航母就用福特号命名那Ford是没有连任成功的那跟在Ford后面的是是是 是Jimmy Carter那Jimmy Carter1976年那民民主党花生农夫虽然他是学科技的好那呃当了四年结果呢被雷根呢给赶下台了没有连任成功雷根雷根之后呢就是老布希老布希1988年上台之后1992年那被克林顿给赶下台这这几位呢都是就一任的但其他的都连任成功那因为因为这个被背景你就知道就是说在这整个的社会的社会心理上面 来讲社会心态上面通常没有天大地大的事情的呃或者你说有天大地大的事情的时候社会就变得更保守更倾向于不变动所以绝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领导人呃绝大部分的总统有讲你领导人很很敏感的王我王后卫讲领导人呢就就就就就被王定宇点名啊好那绝大部分的国家的领导人其实他都会倾向于用恐吓的 欺客老百姓的方式呢去作为他的竞选的主轴就一恐吓你就就紧张就说说起来说起来之后你就倾向于不改变 倾向于不改变的时候呢他的他的当选联的机会呢就会提高因此你看到一个国家领导人在选举的时候动不动就打维基牌就是如果你们不支持我这国家就完了那种的芒果干啊王国感啊等都一样好就是他基本上面都都只是群众群众心理当中的呃 基本款的运用用而已就我恐吓你大部分一恐吓就害怕好那因此倾向于不变动因此你在你在判断呃11月3号的美国的美国的美国的大选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参议院是会变天的但是特朗普未必 我觉得川普到现在为为止我都没有认为他一定会会输因为即使他做的这么烂荒腔走板然后常常都讲讲讲出一些你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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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脑的脑袋有有问题的话 可是他的支持度还是有百分之四十几啊当当他这么糟的时候他的支持度都有四成多你要赢他真的还不太容易啊尽管告回都了好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了我把在上个星期五上个星期五我在我在就是龙行天下的单元里面我再我在谈到从星期四我和陈凤欣的在在这里龙凤沛我谈到了就是说我认为今天的大陆的整个的中国大陆 正在面对面对过去四十年来呢最严重的三鱼欲来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那系统性的风险就必须要有系统性的处理就必须要有系统性的安全检查来应对但是什么叫做系统性的风险系统性的风险顾名思义就是说在这个系统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呢都可能是有有危险的他是联动的才叫做系统性的风险 第二个系统性的风险在科学上面来讲系统性的风险经常都都是外部因素所引起的当然也也会有内部因素但是通常呢外部因素引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这个系统性的风险目前最大的风险来自于美国美国带头呢在整个国际环境当中来讲掀起那个所谓的所谓反中仇中恨中的黑中的热潮我我上个礼拜我提到 就是说如果要用比较形象一点的表达的话呢现在的川普呢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喜欢吃Chinese food最喜欢吃吃中国菜的川普他每天呢都点了一桌的中国菜那每天的开口呢就点菜每一道菜呢都是那中国菜而且都是非常重口味的那早晚有一天呢他会点天天的吃满满汉全席那这种系统性的风险外外部因素所引发的系统性的风险是今天中国大陆呢这个系统性的 系统性风险的主要的来源但是系统性风险会导致系统性的崩溃是外部因素进来了之后会导致的内部的体系的混乱最后的内部的体系失败系统失败了之后整个体系呢就可能产生比较严重的崩溃式的反应就像是美国的防疫一样好那是系统性的风险呢还有一个在在在个人的角度来讲面对系统性的风险你要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系统性的风险是没有办法避险的 或者说呃他跟市场上面就是哎呃我们我们遇到了风风险我们要要规避风险的时候那今天呢当当油价呢当油价呢油价跌跌跌跌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买黄金那今天呢当当当这个美元的美元美元涨的时候那我就就就就去买买买什么这种所谓的规避风险的操作那这种的避险的操作或者用组合式的操作这在系统性的风险里面是不适用的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风险每个部分的都可能会出问题这个系统性的风险不是就大陆在在面对台湾也一样台湾的520即将到来的520你从你从518W不要说WHO啦WHA台湾不用不用去了是说现在的世界卫生组织态度已经很清楚跟跟去年一样连记者证都不发给你美国即使呢带带头抗抗争的也没有用好但是520的就职演说好今天的媒体的报道那蔡英文总统可能其实像一个后防疫时代那台湾的 定位好吧这个这个你要怎么定位这这些呢这些的都都都是调子重点是是说那个两岸的主轴 那这个这个部分如果说是处理的不好台湾一样会面临到以台湾这个系统呢为概念的系统性的风险换句话说台湾海峡是那个高度动荡的情况那个系统性的风险是我们没有办法规避